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專家學者大家早安 符貿協議爭議到今天已經將近四個月 我必須講就我個人的觀察來說 我們大家討論都在鬼打牆 所謂鬼打牆就是各說各話停留在原地 我個人的觀點認為符貿協議 應該要在謹慎小心的情況下禁述的通過 但是這個判斷當然不排除不影響符貿協議應該在公眾 特別是像今天這樣一個場合來進行討論 可是我覺得我們討論時候應該要建築在正確的資訊上面 剛才有教授提到說 中國大會對我們有幾百項幾百項全部都是打叉叉沒有開 我們對它全部都開了 所以我們要把官員送工程會 當然還好我不是談判官員我不會被送工程會 但是我必須要說一個事實 這些全部的資訊都是錯誤的 為什麼我說錯誤的呢 因為那些的前提建築在說 這是兩岸符貿協議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只有這八十項 裡面沒有包含在裡面的 在那個表上我們就歸納說 中國大陸對我們沒有開 但是不要忘記了 中國大陸在WTO還有同樣的一份承諾 比這個還厚 中國大陸在WTO的承諾 全部都對台灣已經落實 所以我們在解讀中國大陸對台灣 到底開放程度的時候 首先要先看的是 中國大陸在WTO開放了多少項目 再來看看符貿協議 以外的增加了開放了這八十項之後 我們才能夠了解中國大陸 到底對台灣開放的程度是什麼 如果我們假設中國大陸在WTO已經開了一百項 再加上符貿協議的八十項 那其實我們在談的是 中國大陸對台灣開的是一百八十項 不是八十項而已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符貿協議涉及到很多價值判斷 我也不喜歡去路客很多的地方 可是呢 我們在討論 到底符貿協議對台灣的總體 到底是利還是弊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建築在正確的資訊上面 如果我們只是用錯誤的資訊來誤導 這樣談判的趨勢 或是整個公眾討論趨勢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我們再回來看 剛才很多的發言認為說 符貿對台灣會有很多的影響 這一些影響 說實話 跟美國簽FTA 一樣有這樣的影響 跟日本簽FTA 這樣影響不會比較小 事實上如果我們說 中國很多的國營企業實力很堅強的話 我們拿到各種世界評比來看 中國大陸沒有一家的國營企業的競爭力 是超過美國的私營企業 所以我們單純就有規模 就它的競爭力來說 我們其實應該要更害怕跟美國簽FTA 那我想要試問各位 我們要不要加入TPP 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夥伴協定呢 裡面有美國 有日本 有澳洲 這些 如果按照所有的指標來看 都更可怕的競爭對手 但是我們也聽到很多業者 產業的聲音認為說 其實台灣經過了這二十年的自由開放 我們並不懼怕競爭 我們有很多的優勢 我們有很多在地化的強項 不是外來的對手可以競爭的來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不害怕競爭 如果我們還很鼓勵台灣要加入這些區域組織 面對更可怕的競爭對手 我們可以很收斂回來說 其實跟兩岸簽福貿協議 簽貨貿協議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有沒有國家安全 或是經濟安全的問題 好 那國家安全跟經濟安全問題 要怎麼解決呢 其實解決方法很多元 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爸爸媽媽跟小孩說 擔心網路上有太多不好的言論 不好的網站 所以最簡單方式怎麼辦呢 把電線剪斷 不要上網 這個當然是最有效的方式方法 但是我們一旦把電線剪斷之後 所有在網際網路上 對我們有利增加我們知識 迅速增加累積我們的對世界 或對社會了解的資訊 也都不見了 所以很顯然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 剪斷電線絕對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再回過頭看 我想最後我想回來談國安之前 我想提供一個資訊 我想在座各位可能還不清楚 TESAWTO在日內瓦 在美國、澳洲以及歐盟的主導之下 已經在推動了一個叫做 國際服務貿易協定的談判 這個國際服務貿易協定談判 我們簡稱叫TESA談判裡面 已經有22個WTO會員 48個國家參加了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 中國大陸在上個月 一個月前 正宣布他要加入TESA談判 也就是說 他加入這個全球性的 服務貿易的協定的談判 那順便也補充 剛才我們談到說 到底有沒有國家先談服務貿易 再談其他協定 正好TESA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是針對服務貿易談的一個協定 好 姑且不論 到底應該是先服貿還是先貨貿 我們回來看 TESA 裡面有美國 有歐盟 有日本 有澳洲 有其他 基本上TPP12個國家裡的8個都在TESA裡面 那我想要反過來問是 如果兩岸都沒有辦法 在法案的機制下面 去進行服務貿易的互動跟開放 那麼兩岸又如何在這種國際場合 跟中國大陸來進行開放跟互動呢 因為在這種國際場合裡面 我們只會看到一個合理的結果 就是台灣必須要開得更多 中國一定會開得更少 為什麼台灣開得更多呢 因為這些國 TPP也好 TESA也好 這些國際協定 基本的入場券 先決條件就是 你要完全的落實你在WTO的承諾 所以我們在TESA架構下 在TPP或是在東協加六的架構下 我們要完全的給予中國大陸 所有我們在WTO承諾的內容 這個台灣做得到嗎 如果做不到 那我相信我們下一個得到的推論 還是過去四十年的所謂 漢獎獎勵囉 因為如果中國大陸要加入TESA 對不起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到 對它完全正常化 那我們就不要加入TESA 如果中國大陸已經在東協加六裡面 對不起 我們沒有辦法對中國大陸做到完全正常化 所以我們不要加入東協加六 最後TPP如果中國大陸未來 現在感到非常興趣 未來如果中國大陸也要加入TPP 那台灣是不是一樣要漢賊不兩立 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辦法正常化 所以我們不要加入 我相信反對的學者意見 或是包含贊成的 都不能認同我剛剛假設這麼誇張的一個結果 我們當然要加入TESA 我們當然要加入TPP 我們當然要加入東協加六 所以回過頭來講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未來這些國際空間上面 還有區域整合上面的困境呢 就要回過頭來看看 在兩岸的架構下面 我們如何用一個比較審慎 但是必須要正面面對的態度 去面對兩岸開放的結果 對我最後總結是說 福茂的協議的內容 對台灣來說 我們都忽略了那80項 或是那180項 對台灣的商機 我們只看到了少數的衝擊 然後基於一些比較不正確的資訊 認為說這個談判是失敗的 可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這個談判對台灣來說 應該是成功的案例 最後 國家安全問題到底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說到了 入資有好入資有壞入資 但是我們要不要把所有的入資都誇大成 只要來台灣就是別有用心的入資 只要來台灣一定都不是為了商業考量 我們不能否認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在福茂協議裡面 有沒有提供這個機制 是有 福茂協議裡面規定 如果開放之後 有實時受到影響呢 台灣以及中國大陸可以提出要求 我們可能要暫停這個開放內容 福茂協議裡面有個叫做例外條款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我們可以啟動這個例外條款 來停止中國大陸投資進到台灣 所以它是有機制來回應這個 所謂國家安全的問題的 以上報告 謝謝